好最近消息再也来看年节年初三 通常是民众就出外旅游的最高峰期了 不过今天上午天气湿冷 国道清水休息站的目前是涌进了大梯的人潮 状况如何呢 我们连线给记者张俊栋告诉大家 主播观众朋友早安 也新年恭喜 那么今天是大年初三 通常今天都是民众出外旅游的这个高峰期 不过今天上午呢 天气湿冷 台中这个地方只有12度 真的是非常冷 你可以看到呢 民众呢真的是穿起了大衣威威精也戴了毛帽 突然呢 可以看到台中清水休息站这个地方呢 也出动了十几名的这个警力呢 要来指挥苏岛永进休息站上千步的这个车辆 那民众呢全都跑到休息站来了 实在是因为呢 今天年初三 大家西家带眷通通都到外面来旅游 不过来到清水休息站呢 这个有名的伴手礼 包括这个吊中烧烤鱿鱼呢 原本的排名都是第一第二 不过现在都掉到后头去了 今天最热门的冠军商品休息站的冠军商品 也出炉了到底是什么赶紧来听 游客怎么说 问一下妈妈你买了什么东西 我买欧烈啊 怎么会想要买欧烈 因为天气比较冷啊 所以买点热的东西来吃 对啊 现在买了豆干 要车上吃的 还有欧烈汤 因为很冷 我们南部很热 好吗 好谢谢 不客气 今天在台中清水这个地方呢 真的是户外温度真的非常的低 只有12度哦 那民众呢 来到清水休息站 每个人都舍弃了这个伴手礼呢 纷纷的跑到这个关东族哦 最热门的这个摊位里头 来挑选欧烈啊 或者是米雪糕 这个东西呢 是要来吃一吃 要暖暖身子 那么上午呢 在清水休息站呢 是涌进了三四千人次 不过呢 今天户外呢 飘着细雨暂时的停歇哦 游客还是一样西家带卷 通通涌进的休息站的大厅 要稍作休息 大部分的人呢 不买年货 也不买伴手礼 选择吃点这个热食 要暖暖身子 好继续年初三 初有的行程 好的以上就是在台中的最新情形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台北风 好谢君呢 我们看到要吃的东西暖身之后 再上路 现在是国道三号哦 今天大年初三 目前在清水加油站的 您看到的最新画面 大年初三 谢谢大家